孕妇家属 现在情况非常危险 孕妇又出血 大约两千细细了 我们已经给她输了血 相当于她全身的血换了两次 她血液里的凝血因子 已经消耗殆尽 因为心脏已经停止跳了两次 她也有可能随时停跳 现在就是高病危了 你需要签个字 你好 手术室来哪儿 左手边分开直走 谢谢 哥 怎么今天突然又碰了 今天下午有点出息 血压升高 这是医生临时决定的 进去多久了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说是凶险型前置胎盘 有一定风险 跟我医生说 有些大出息 那 那孩子呢 孩子已经松 泡泡枪了 带忙 家属在吗 在 在 你是孕妇什么人哪 丈夫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大人的子宫是保不住的 孩子出来的一瞬间 就已经流血两千细细了 现在这个血压有点站不住 我们已经征求过孕妇 自己的意见了 她还是希望能够保留子宫 但是不能为了保住子宫 而搭上性命 是是是 是 现在是这样 我们必须要切掉子宫 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孕妇家属 现在情况非常危险 孕妇又出血 大约两千细细了 我们已经给她输了血 相当于她全身的血换了两次 她血液里的凝血因子 已经消耗殆尽 因为心脏已经停止跳了两次 还有可能随时停跳 现在就是高病危了 你需要签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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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请坐 医生 我不能进去看医院 不行 医院有规定 家属不能入内 医生 就我自己 我就 我就看医院就行了 医生 医生 我怎么可能有事 我都在那儿 死了 救命 想起医生了 嫂子肯定没事 巡人自有天相 好人又好帮 应该没事啊 250 确实失误 您嫂子肯定是 老公你知道 我没见过我妈 我爸告诉我 我妈跟医生说 如果有危险的话 一定要保孩子 这么多年 我就一直在想 如果我妈没这么选的话 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也许她会有另外一个孩子 也许她会像社区里面 其他阿姨一样 每天溜溜弯 跳跳舞 我总认为是我的出生 才让我们家 变得不一样了 我这么想啊 她为什么要帮我呀 要是没有我 我就没事了 我害怕 我不是 我不是因为害怕丢工作 我 我是怕 怕跟我妈一样 我知道这样很自私 但是 我也知道 这件事情都是意外 可我自从怀病以来 我就觉得我肚子里面 这个小豆子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发芽 会冒劲 我 我甚至 我甚至不知道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医生问我 我 要选大人还是选孩子 到家选谁都是错的 心跳没有了 身上泻素一毫刻准备 林宇宝 老爸 你别胡思乱想 啊 以前都是我的错 这孩子我们不要了 错了 大夫 怎么样 现在已经脱离危险 但还需要去ICU继续观察 谢谢 谢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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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没事 经常在梦里见到我的母亲 美丽 亲切 我问她 为什么要选择我呢 在她身体里的十个月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让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一个 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 妈妈 如果你选择了自己 一定也很幸福 母亲这个名字 对她好像特别重要 成为母亲 似乎是每个女人的必经之路 好像没有这个称呼 我们的生命就不是完整的 刘小夕 软堂 带萌 还有那些正准备成为母亲的人 在日子里 一点一点地失去了自己的名字 变成了某某的妈妈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和她们一样 去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去改变我的生活